第二節,繼續有Ray在旁邊跟我們聊天 Ray, 講到夜場有些經歷 你日後又在做甚麼? 起初睡覺, 百無料賴一天, 五、六時準備上班 人生覺得很黑色, 一起黑身就黑色 下班就黑色, 完全沒有陽光 再這樣生活不可以, 不可以睡那麼多 因為每晚都喝醉 因為就算你做的崗位, 可能適應, 為了水吧 雖然不用喝, 但客人有時可能給你提示 你就要喝, 你為了一百幾十 有時加上自己不開心, 就不斷喝酒 你有時很累, 就睡覺 開始自己想清楚, 我不可以再是這個生活 我就真的要考慮日後的工作 令自己家裡多吃, 穿多一點 晚上那裏, 看看可否有機會自己退休 因為那時已經不於酒 因為喝酒也沒用 戒賭, 戒賭那麼厲害 你的意志力也很驚人 真的要賺錢為家裡著想 但你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 去找一些日後工作, 每個人都不會聘請你 因為你只有幾個小時時間 那你又要彈性 唯一一件事就是做老闆學 做電訊 但這次可能都是做電訊 買一些電話卡 在家裡樓下拿張椅子 在街上紅綠燈 擺檔 又有生意 又可以 做一年, 夜晚那份工作都沒有做 全職做街邊 但怎料做了大概半年 開始那區 賣光了給你 即是那些所謂的電話譜 有些針對 經常叫食環 天天都捉我 好運氣他們做這個動作 我又找了個年檔 後巷 他的老闆很好人 不收我租 最初就讓我在這裡寄居 就有一擺檔 後巷 後巷 但這個後巷 我想都幾旺下 因為對著馬會 雖然髒一點 但人是OK的 最好他不用我第一個月收租 即是交租 第二個月 你有生意, 年輕人才交租 在那裡起步 正式有娃傘頭 可以有車仔 都買了一兩年日子 賣電話卡 賣了一兩年 開始 叫做 家裡有飯吃了 叫做經濟好了 自己又想找多些 做了一些傳單出來 到處派給街坊 跟街坊說 你買一張電話卡 我都送過 因為做了這張電話卡 到處派給街坊 對面街的地產老闆 就知道我們派全單 不如順便你幫我派賣 我賺到幾十元 沒所謂 就派給街坊 衍生了這個洗漏王 那時是多少歲 由地產 其實都是三四年前的事 都是三四年前的事 好 好 那就吹身了第一宗洗漏王的生意 可以這樣說 好 然後你是不是覺得這件事 其實也有些可為 那時沒有想過會發大 或者做成怎樣 做到今天這樣的環境 什麼都沒有 只是想過 有就做 有就做 經濟可能差一點 或者可能他自己本身 比較上走來走去 是 那時就聊聊天 可能沒有工作 那些客人很多都 不如給你一份工作 派傳單 地鐵站派地產公司 很多又可以 其實就是一個三角形 可以做 人手方面 就從我的客戶轉出來 總之每一個客人走過 要不就問你要不要派傳單 你的樣子像老闆 我就問你要派傳單 你的樣子像上班 就問你幫幫忙派傳單 想不想上班 就在那邊變成客人 和變成我的伙伴 就這樣變成人手 然後你生意怎樣開始滾大 是怎樣做的 那時覺得都可以 自己是小畫家 做了一張傳單 自己是小畫家 對 一邊就說電話卡送貨 買一張都可以的 一邊就說大廈派傳單 到處派茶餐廳 補習社 自己上網做打手 到處發廣告 對 每天Facebook不斷爆推帖 對 很煩 朋友都說我很煩 不斷洗版 對 對 開始就有客戶主動接觸你了 對 最有個轉接點 就是有一次有個公司 叫我們派的所謂停水通知書 停水通知書 如果你家裡沒有水 會在校下櫃 水務處 接了回來做 因為這件事 而令到我們公司的Brand M 起了 是 其實為什麼會起 因為那時客戶不認識我們公司 叫什麼名字 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 就是知道你是傳單公司 那些客戶會問 信不信得過你們 派不派到的 你們肯不派 我們那時其實派傳單會拍照 但是別人都不會理會 信不信 你公司沒有名字 又不知道什麼公司 又沒有傳媒訪問 什麼都沒有 八指一張 別人會害怕 我們那時的Selling Cloud 就說停水通知書 都是我們派 好像座底 那些客戶會聽到我們做這件事 對我們有信心 開始慢慢有些大客戶 再加上傳媒訪問 事情越來越大 加上商界有些前輩幫忙 這樣就衍生了今天的洗樓王出來 例如現在,當時很多人派傳單 我想全香港都有人派 這件事也不算是一個技術要求很高的工作 現在回顧 你有沒有一些經驗分享給我們的學生 你贏在什麼呢 因為傳單很多人都聽到低技術 或者沒有人願意派傳單 譬如現在聽到低技術 傳單不要騷擾我 你現在回顧 有什麼因素 令到你可以在這麼多人做的行業 一突圍而出成為業界的龍頭 其實是有什麼因素呢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龍頭 因為經常做 我不知道自己現在公司的規模 算不算去到這行業龍頭 其實當時有分析過 當時只有兩條路給我選擇 第一是做電訊 賣電話卡 可能願望就是我開十間店 幸好當時有個同事就穿櫃通底 所以我很害怕 因為你教一個同事 學會了這件事 起碼半年時間至九個月 記了所有大陸幾圖子 回大陸幾圖子 一分鐘的 真的連我們做開都要記九個月 何況一個新人 很難訓練到 第二 我要開十間分店 可能要租十個店 資金很大 但可能我派傳單 可能我只是一個點可以了 那些人便走到十九區做 沒錯 單作如果再有錢一點 再規模一點 十九區分店也可以 其實當時自己都選擇 再自己上網搜尋 當時的傳單頁其實是很小的 是這樣的 可能有很多間 但每一間都比較上 不是專心去做 還有可能只是服侍自己的一兩區 可能去九龍的 只是九龍 他不會新界港島 反過來 可能他只是在一個區 或者只是一個區 或者可能有五六個師奶 在一起 就是五六個師奶 就算是 對 不會做一個 brand name 去做一件事 或者不會像現在我們 香港、澳門、深圳、廣州 這樣去做 還有可能質素比較差 因為我們會拍照給客人看 可能這件事就優勝了 那時候勝在去 可能這行尚未有龍頭 然後很流行就是 在網上行業 開始流行 有時經常跟朋友說 我沒有錢 不如買相似 買相似 那時候會為甚麼是 因為客人有數期 我們要馬上出錢 所以有一次 不知道哪一位客人 不記得了 要急著錢轉 弊 erfahren人问 其实现在都不会有人派货帮 全部都是用 网络 这句说话会令我更加积极 因为幸运很好 全世界都去网络 semua网络 反而没 Pero vano 干上 因为 Foreign 的帮spuny 牽涉真你自己的οι remark 要如何既聘人 現金出糧 大公司可能掃期九十天八二日 這也砸得很厲害 你內地賣心態收到客人的錢 始終因為一窩風 很多人同時做內地 變相競爭大 但有外地賣 可能只有一間或幾間 變相競爭會少一點 有很多因素,人起我取 聽了 Ray 事業曾經人生跌到谷底 現在爬上來,大家都知道爬上來很難 特別你還有瘀酒的習慣,很難甩脫 我每一集嘉賓都邀請 有沒有一些成功你自己的座右銘,推動你一路一路的進步 有沒有一些可以分享給我們的學生、老師 其實當時在我自己的圈,會比較迷惘 一,你的學歷很低 第二,你家境本身也不太差 再加上你身邊的朋友,可能比較負能量 你自己可能要在這個圈圈走出來 你可能要有些技巧 或者你自己要有些心態,就是自己走出來 當你自己改變了自己的性格 和你做事的心態 而跳回到這個圈子 拯救朋友出來 或者可能幫助未來有需要幫助的朋友 可能會好一點 你說都是來來去,力不倒博為財 力不倒博為財 做人比較謙虛 真的要用一個傳統拜師樂系的心態 就是要前輩去教你 不要說沒有美飛堂 或者教好徒弟、武師傅、郭橋抽辦 千萬不能這樣 我經常說,商界有很多前輩有很多老闆 他們為何會看重你 或者幫你,或者教你 一定是有些東西 你要去吸收那件事 或者去學那件事 如何令自己快一點 聽了Ray成功的一些 力不倒不為財的分享 多謝Ray分享了我們 洗樓王給大家知道 究竟在甚麼故事之下產生了出來 多謝Ray的分享 第二節先講到這裡 第三節,我們繼續跟Ray聊一下 對現在的青年人的看法 好嗎?好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